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有到了一年一度的寒假時間 也是各位學生黨們利用假期補番的最好機會 同時在最近的官方粉專上終於是公佈了 咒術迴戰零的上映時間 是定在下個月底的2月24號 那雖然距離現在也還有一段時間 但相信應該有蠻多人沒有看過 咒術迴戰這部作品吧…嗎? 還在觀望是否要使用寒假時間 不玩這部橫跨眾多粉絲群的大作 以及是否要去看零這部前傳電影咧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要在不暴雷的前提下 欸沒有錯,我們這影片很特別喔 不暴雷,但是還是要藉由影片來介紹 咒術迴戰這部作品 以及是否推薦大家去看這次的劇場版 咒術迴戰零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SIM的影片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咒術迴戰是日本漫畫家間界下下的漫畫作品 講述著平凡的高中生虎杖幽人 在意外吞下特級咒物素挪的手指之後 記得唸挪,不是貪喔 意外的與這個強大的詛咒合而為一變得超級強大 虎杖因為奇蹟式的展現出能夠壓制最強的詛咒素挪的能力 因而被迫進入咒術高專就讀 並在公認最強咒術師 五條太太們的老公五條物的帶領下 開始在這個咒術的世界中生存 並試圖找到解除詛咒方法的故事 本作於2018年開始連載在少年Jump上 在連載初期就有著不錯的人氣 後續在2020年底時播出 人氣更是因為動畫化後水漲船高 成為了繼《鬼滅之刃》後下一部現象級的動畫 人氣之高應該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不管是各種合作跟周邊的推出 還是網路上對於劇情的大量討論 可以說是一時間攻佔了各大社群平台 並到現在都還維持著極高的熱度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平常看的動畫就是寶可夢、鋼彈這些 對其他新番類的作品都不太涉略 但其實本來就是宅男的我 平時都有著追翻的習慣 只是一直不太有時間跟大家分享這些動畫作品 像是我自己算是一個蠻熱情的咒術粉 狂熱到身邊朋友都叫我板橋五條路或者林口狗捲的那種程度 也沒有信 這部咒術迴戰是真的有料 光是他建立的咒術世界觀就真的超級引人入勝 尤其是在現代都市風格的世界觀中 竟然混合進傳統日本神怪文化中的咒術 這種看似衝突的兩者間 反而誕生了相當有吸引力的背景 同時豐滿立體的人物塑造也是相當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幾乎劇中每個角色都有他獨立的背景故事 解釋了他們性格塑造的過程 舉例劇中的合法外掛最強無敵的五條路來說 他平時基本都保持著樂觀開朗 不管遇到多大的危機也總都能笑著簡單解決 因為他天生實力強大到無人能擊 基本上沒有什麼事情 是他一發無量空處不能解決的 但是看似自傲帶有點目中無人的他 卻也有個充滿悔恨的沉重過去 和一個再也回不來的唯一自有 五條路在劇情中段的演出 可以讓人更理解他態度上的轉變 也讓角色的豐富度更有層次化 和平時屌而郎當的性格不同 當五條路遇上早已迂腐的咒術界高層時 他會毫不掩飾地表達自己的憤怒 並做作逼人地掌控自己的話語權 來保護自己深愛的學生 超有魄力 那這也讓觀眾意識到 這個角色它是有深度的刻畫存在的 也不只有五條路啦 幾乎整部咒術迴戰中的每個角色 都能看到作者相當用心的鋪陳 雖然咒術迴戰是連載在少年Jump上 卻不完全走熱血王道風格的那種 被打爆去修煉成功復仇 又被打爆再去修煉又復仇的老調循環 而是一開始就大致上定好了角色們的強度 就算實力上有所成長 但更多時候是看這些角色心境上的變化 以及如何應對這個危機越來越多的局面 例如咒術師們除了要面對主要敵人以外 更無奈的是縱使大家都是人類 卻始終無法團結一心 咒術師的高層各懷鬼胎 以及不斷地在彼此之間產生的內討 都反映出了人性的多樣性 許多角色的內心特質也都影響著後續劇情的走向 多線性的劇情推進但卻又能夠緩緩相扣著主線 維持著一直能有爆點 最後不狂灑狗血的精彩演出 這也是讓我相當喜歡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 而咒術迴戰劇中也不乏反高潮的劇情存在 各種顛覆我們的期待心理 比如說故事初期有一位跟主角虎杖相當有連結的配角 即也順平有超多刻畫他的經歷跟劇情 隨著劇情的演進我們也一定能夠同感順平的生平 那就是這樣子一個出色的角色 他的下場更是出乎觀眾預料想到就胃痛 做出迴戰對於人命價值的重量描寫也非常的到位 除了主角前期有死而復生的情節以外 整部作品相當重視角色陣亡的發展 以及合理性跟腳軟前的人性光輝 比起許多角色不會死或者經常角色死了又復活的作品 咒術迴戰在人死不能附身這點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描寫 概括來講上述都是原作我認為好看的地方 而說起為什麼要推薦大家去看咒術迴戰的動畫 真的就是一個字爽 動畫畫後的咒術迴戰交由MAPA進行製作 最引起話題的是經費超高的戰鬥橋段 在第一次看見五條開啟無量空處時 真的是被Hannock燃燒經費的細緻作畫嚇到超帥超熱血 其後幾場比較大型的戰鬥也都有著在水準上的高作畫 光是衝著這些咒術師們華麗流暢的戰鬥就值得你去追這部動畫 還有那個OPED 極神必看必聽 加上我早前有提過在原作中的各個優點 如果說寒假你還不知道要看什麼動畫 那我第一個要推薦的絕對是先補完咒術迴戰這部作品 而其實在咒術迴戰開始連載前 作者就曾經畫過一部短篇作品 東京都立咒術高等專門學校 這也是咒術迴戰這部作品的原型 也是整個作品的前傳部分 這部短篇作品中主角並非是虎杖或者五條等本傳中的老面孔 而是背負著詛咒的純愛戰士 以古猶太 虎杖同樣被迫就讀咒術高專 並找尋解奏方法的故事 在這部前傳漫畫中提及了部分本傳事件的起因 並帶入以古猶太這位也是合法外掛的角色 他是劇中第一個被五條認為日後會超越自己的人物 並在這個前傳這個節奏的旅途中 五條物再次對上了當年唯一的自有夏優傑 展開了一場改變日後眾人命運的戰鬥 而這部精彩程度完全不低於本傳的前傳漫畫 也被改編成電影版的形式 呈現到各位觀眾的眼前 真的會超級期待看到原作分鏡 本來就很精彩的戰鬥 特別是李翔跟以古這對純愛情侶 搭檔在一起展現的超強大實力 很興奮你知道嗎? 同時導演也有提到這部劇場版中 除了原本前傳的劇情 也會額外加入更多的內容 基本上絕對是值回票價的一部好作品 搭配上由King Nu演唱的主題曲《逆夢》 在日本上映的第一天 這部作品就掀起現象級的觀映草 幾乎是各地上映後的影廳都爆滿 而且觀賞後的評價都是一致性的好評 讓我很早就開始期待上映 順便推薦給大家這部我相當喜歡的作品 這部電影版我認為不僅僅是給看過本傳動畫的人看的 同時也是一部很適合推坑給還沒看過咒術迴戰的人 來看看要不要入坑的傳教性作品 因為我們也有提過 咒術迴戰零是改編至獨立的前作漫畫 東京獨立 咒術高等專門學校 身為前傳也是本傳前生的他 是一部濃縮著本傳精華的優秀短片 雖然看過原作的讀者 獨立拿出來觀賞這部電影 可能會少了些看到老面孔出場的共勉感 但我們就理解劇情來說 這完全是不成問題的 咒術迴戰零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故事 因此我會很推薦對咒術迴戰有興趣 卻還沒有機會入坑的人 不管有沒有先看完整部本篇了 都去影廳看看這部在日本 根本是現象級的動畫 順便體驗一下影廳帶來的震撼力 那以上就是這次想推咒術迴戰 還有這次的電影版給大家看的理喔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部現象級的動畫 有著怎麼樣的看法 還是也有想推坑給我的動畫 也歡迎在留言區提出來告訴我 歡迎發表你的看法也影響我的看法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呢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